哈囉大家好,我是主科老師的Cindy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如何學好英文 我有點怕會講太久,所以我盡量精簡 那如果學好英文呢,大家對於學好英文的定義其實都不一樣 有些人是想要考試拿高分 有些人是想要能夠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那其實都沒有錯,就是看每個人的需求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在高中英文這門學科拿到高分 所以重點會擺在考試 之前有家長問我說,高中英文是不是著重在直筆測驗 比較沒有機會練到口說 答案是沒錯 我以前就是高中英文成績很好 可是上有大學要講英文的時候會非常緊張很害怕講錯 因為高中的確沒有什麼機會練到口說 那高中英文最重視的是什麼呢?是閱讀 從國中到高中應該會發現閱讀量差很多 國中的課文很短,那高中的英文課文還蠻長的 國中的單字量呢,基本單字量是2000 高中是4500到7000 所以那個單字量真的差很多 很多人到高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覺得 怎麼會有那麼多單字要背 但是呢,高中想要學好英文就是要努力的背單字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 HowHow一個去考直考的影片 他在考完英文的時候說 他覺得單字其實不用背 閱讀比較重要 我那時候聽到就覺得不對 因為如果單字量不夠 那閱讀的時候會有很多單字都看不懂 閱讀雖然有方法 但是如果在讀的時候有很多單字都看不懂了 那其實就算懂那些技巧也沒有太大幫助 而且背單字不只是為了考試的第一大題 接下來的文藝選填、課漏字、閱讀測驗 其實很多都還是在考單字 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考 那至於文法呢 高中的文法其實沒有比國中的文法難很多 只要上課的時候認真聽 有問題的時候問老師 高中英文的文法就可以掌握得很好 那單字和文法其實有時候也會合力在一起考 他會考說這個單字的用法 例如有些單字後面就要接原型動詞 或是有些單字後面要接VING 那這些都是在背單字的時候就要把它學起來的 背單字的時候不能只背這個單字的中文意思 也要學會它的用法 那可能很多人會發現一個單字 常常有好幾個意思 所以呢會建議不要背它的中文 而是去念它英文解釋 念它的英文解釋就會發現比較好理解 我覺得高中英文比起數學物理化學其實真的不難 但是就是要花時間 要每天花一點時間去接觸英文 大約花多少時間呢 除了上課的50分鐘之外 建議大家至少要花30分鐘 最好可以花一小時 那這一小時要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複習 複習老師今天教的內容加深印象 第二件事情呢是預習 預習明天要上的內容 把你自己看到不會的地方畫起來 上課的時候特別注意聽那邊 那第三件事情是讀雜誌 幾乎每次我學校都有幫學生訂雜誌 雜誌也有附講解的影片 所以每天讀一點 你就會發現你的英文進步的很快 那英文這一科真的要靠長期累積 有些人在小考前稍微讀一下 那小考可以考得不錯 可是大考的時候就會發現 欸怎麼小考背過的單字到大考就忘記了 因為大考又背的量很多嘛 不像小考只要背一點點 那小考在考前趕快背一點 進到你的短期記憶 但是沒有進到你的長期記憶 所以到大考時候又忘了 所以背完單字之後還要再複習 不斷的複習 那到底要複習幾遍 單字才會進到你的長期記憶呢 我之前有做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啦說到這邊 是不是已經覺得有一點累了呢 其實只要養成每天讀一點英文的習慣 念英文就不會覺得累 那如果真的覺得累的時候 建議可以聽聽英文歌 培養一下語感 如果不知道聽哪些英文歌 可以聽迪士尼電影的英文歌 不只旋律好聽 歌詞也寫得很棒 之前我有和同學分享說 我從小就很喜歡英文 喜歡看英文小說啊美劇 然後聽英文歌等等 結果下課的時候 就有同學來跟我說 他對英文真的沒有興趣 可是呢 他又想要考高分 就問我說這樣子有可能嗎 當然有可能 只要你把我剛剛說的事情做到 每天花一點時間讀英文 每天複習 預習讀雜誌 還是一樣可以考高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放棄英文 只要每天讀一點 你會發現 英文可以成為一個幫你拉高總分的科目 那祝福大家 在英文這一刻 都可以拿到自己理想的成績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 或是思緒問我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同學們下課囉 掰掰 掰掰